歡迎收看 跨年夜是大家最期待的一刻 為了迎接新年 藝人們是如何度過這個夜晚的呢 今晚國安邦先來跨年預言啦 跨年預言要賺錢的宏都拉斯 人欺的第一個跨年李佩甄 跨年人多不出門黃靖倫 跨年不能一個人有宣 跨年就要趴趴走 錢已豪 瘋狂跨年去世開始倒數啦 歡迎收看 我喜歡幫忙幫忙幫忙 好 新的一年要過去囉 舊的一年要過去啦 新的一年要過去啦 新的一年要過去啦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有什麼 有中... 有中喔 新的一年要過去啦 舊的一年要來啦 那大家都會跨年嘛 跨年... 迎新送舊這是一定要的 對... 但是呢 跨年有的人就很瘋狂 對 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你跨年最瘋狂是不是 我每一年跨年的人 都坐在... 都站在我的工作崗位上 戰戰兢兢的 是 因為那一年 一定要學一筆 是 現場滿滿的這個現抄 好開心喔 因為我們店主在位子嘛 是台北市在跨年的時候 就是人群最多的地方 對...跨年晚會 今天有幾個來賓 我跟他們聊跨年 怎麼樣 乖乖 可是你跟我們有代溝對不對 你年紀太大 我就不知道農村是怎麼跨年的喔 每一年跨年 如果有些藝人 如果沒有跨年的話 會比較會讓人家覺得 好像是有點走下坡的感覺 所以就算你沒有跨年 也要說自己有跨年 其實你在家裡自己跨年 你應該也不曉得 你在哪裡跨年 我在馬祖 我在來語 因為沒有人會報馬 所以硬要說自己也有跨年 他是跨年是很... 他每年都跨年 其實我們講比較平民化的生活 平民化 我也是平民 就是說如果說在跨年的時候 像很多人喜歡去看什麼 第一道生奇的曙光嘛 旭日對不對 在蘭嶼 太馬里隔壁嘛 那是台東啊 大蘭橋的旁邊 太馬里的隔壁 閉嘴啊 那你們會覺得這種行為 你們如果說今天帶著小孩 或帶著愛人 你們會去做這種事嗎 當然會啊 這不是很浪漫嗎 我其實沒有問你 我去問年輕人 他眼睛一直看著我啊 然後說我不是在跟你講話 再跟他講話 你歇一點 你就會參加那個老人團 包巴士一起去的那一種嗎 你只要把我弄到那個 好像長春煮蛋 你就是跨年進香團啦 OK 那請問一下 你有沒有做過這些事情 當然有啊 你去哪裡跨年的時候 可是老實講 像我們跨年我們都在工作 我幾乎每年都有跨年 道具那時候跨年應該沒事吧 沒有啦 我說我當藝人的之後啦 當然譬如說我們喜歡去 你去年的跨年在做什麼 在台南 前年在桃園 大前年在高雄 就是戶外的大型活動 對...其實像我們 像我們比較屬於表演型的藝人 有的時候不是屬於主持的 不是 好 那你在表演什麼 表演 撥口秀啊 當然啦 可是有一次比較不好意思 也是在桃園 怎麼樣 那桃園呢 比方說那時候 到我們的時間 倒數的時候其實是很重要 主持人要把那個Q就抓得很準 比方說我倒數十五分鐘 我上去有一個葉教授去開場 主持人都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有打破壞人的好野人 沒有打破壞人的好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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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講完開場白 你們不知道葉的可以身處白 不是 我們不想看重播啦 趕快講完 不是啦 我的意思是說 我剛剛開場白講完而已 就聽到那個主持人講說 各位 所有桃園的鄉親朋友 現在我們桃園縣的大家長 朱立倫來到現場 大家請掌聲鼓勵 那我現在現場就 請得到為熱烈的掌聲歡迎 桃園縣長朱立倫 他就上來了 各位 我們桃園的鄉親 一講講得快十分鐘 十分鐘大概差不多到數 即時也是要三分鐘左右 你知道嗎 主持人就很緊張了 好 所有的鄉親朋友 我們現在要把手舉起來 我們馬上要進入最後的倒數 十秒鐘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音 然後就新年快樂對不對 對 然後大家就開心 大家就擁抱... 不是 你不要講過程嘛 對不起 我不要講的是什麼 我們跟中文發生說 對不起 乖乖 抱歉 跟他為你重播了 去年來桃園的一個狀況 去 前年啦 去年在台陽 然後呢 什麼 然後玩的時候 大家就已經卡航 要迎接新的一年來年對不對 主持人馬上接了 好 現在很開心 馬上歡迎我們 本年度的偶像天團 5566掌聲鼓勵 上去了 5566上去了 那我怎麼會站在那邊 那你快走啊 你還是葉教授就對了 對 我還要站在那邊 不是應該換我表演了嗎 我從頭 我怎麼把開場講完 不到十句話 我就下班了嗎 對啊... 我就很奇怪 死了 他們已經上了 我就覺得應該該不該走 走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會良心不安 我從來沒有賺那麼短 兩分鐘就要給他賺個錢不行 我現在要走 你知道嗎 我要跑一位主人 我可以走了嗎 那你先走了 我就走了 你知道嗎 誰打過年了要聽你葉教授一直講 不要看精采節目 沒有... 真的是因為他那個時間的緊迫性 所以我那一次就覺得很不好意思 結果他時間是要控制得不錯 因為你們要配合現場的Line 對... 來 我們來聰聽聽看新人來... 來 黃先生 是... 你跨年就在幹嘛 跨年的時間都是... 喂 是沒有話 是有打麻將 通常打麻將 不然就去KTV 不然就留在家裡看電視 看實況 你是哪一國人 新加坡人 你們新加坡沒有這種大型的晚會 或者是跨年晚會 是有跨年晚會 不過藝人比較少一些 那你們新加坡跨年的熱門地點是哪 熱門地點那時 就是千禧年的時候 我記得在新達成 在市中心 那邊有一個河畔 所以那邊會放煙花 對... 還記得那一次的時候 因為陪我的朋友 去看他女朋友的媽媽 對... 在醫院裡 對... 好像快要那個... 所以... 各位觀眾 不好意思 我們帶來第二段話 為了放煙花 不好意思 這段就比我那個金牌嗎 我個人嚇到 那我是...還好 我那段應該不會剪掉 你那段應該就是拿來比較 看誰比較無聊 好不好... 更無聊在這邊 他真的很感人耶 他去看病 對... 其實也... 其實也不是我的 是因為我要陪他去 他又要陪他去 那我就好 我就陪你去一下 那種... 狀況下不好 就是... 時間要...時間要到了 先走 結果就... 趕著... 五分鐘之後啊 剩五分鐘的時候 就快點拿坐巴士去 結果在公車裡面度過了多少年 真的喔 我跟我朋友還有司機 還有一個乘客 我一年跨年是這樣嘛 就是跨年之前 你一定要去接很多朋友 大家要去某一個地方跨年 對 那在東街 西街 就有些人就很討厭 你朋友玩這樣 然後最後我們怎麼跨年 就... 因為你聽ISRT 一定他也在那邊跨年嘛 我們就...怎麼辦啊 靠邊庭有沒有 大家...五...四...三... 然後一陣暗淡這樣 不是 所以你坐到車場 那現在去哪裡 沒有人潮啦 我們就在路邊了 對啊 而且還在一個什麼路 你知道 健康路 多美人啊 而且黑的就... 封手旁邊 封手旁邊 還是醫院旁邊的 我們現在去哪一家 怎麼辦 都跨光了 可是你們新加坡政府 不是很在意這個街道的整齊嗎 那還好 就是說另外一天 就那個清潔工 就比較慘一點 我以為他就圍起來了 這一票你們玩的時候 掃開去 不能走 他弄開去才能走 對... 過年都是打牌比較多 打牌啊 打麻將 打多少呢 喂 這裡的... 那邊的算法跟這邊不一樣 沒關係 你那邊算法是多少 我那邊是13張牌 而且算法就是... 打槍多少錢嘛 打槍 我們是一支乘二上去的 例如說完... 沒有兩百塊 不是 他打麻將 不是打十三張 他打十三張 你是傻啊 還有麻將 十三張 他剛剛才講十三張 十三張 我早一跳聽不懂還要硬插話 麻將也有十三張 你對我這麼充滿敵意 你一直把我來幹對不對 這樣好了 等一下... 不是很奇怪 他每次沒有給我一次好演出來看 不是 他剛剛有上來的時候 沒有誤會 你今天小心一點 話不要那麼多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主持人 讓我話少一點 孩子叫我來 沒有 我良心的建議 客觀建議 您先請坐 我可以坐嗎 坐...請坐 小剛是完全沒有敵意 那我們是比較希望就是說 我們在訪問其他新人的時候 然後待會兒卯豬火力 那我現在休息十分鐘 我都不行 感覺這十分鐘 我會不斷的刺激 看你還多忍耐 好不好 提到你的時候 或是老人啊 相關資深藝人都不能有反應 資深藝人都不能有反應 對... 你們也要剛剛放個輪椅 讓我坐在那邊 等一下 我們如果談到演藝工會 你是不是要發言 我叫你市長 然後再開始計時什麼 然後呢 好笑喔 不好笑 我受不了 價錢應該是... 但是我們玩兩毛四嗎 是台幣的四... 打這麼小人那就不要講 沒有啊 因為他是乘二 二十塊 一台可能放槍就四毛錢 什麼就是八塊台幣 那兩台就乘二十六 好笑喔 兩台就乘二十六 八乘二十六 這樣子啊 對...最多到五台 而且我們的... 不是放槍人就要付喔 那旁邊兩個無辜的... 都有事 都要付一半 對... 跟香港打法一樣 對... 然後有一個... 就是每次做一個朋友 蠻好玩的 每次整他 因為他... 我們五個人都一起玩這樣子 然後他每次輸錢 他每次講片 一個不守信用的人 所以每次叫他出來 他都要騙他媽媽溜出來 他打的時候 他一直放槍又炸火 輸了一筆錢 然後才打一千不到 馬上天亮 我媽媽要起來 我要回去了 我跟你講... 不是我在講 你看 幫我們老演員 講得這樣 你就沒有耐心了 那旁邊已經這樣了 你在講什麼 比我那段金台在哪裡 我有朱立倫耶 是不是稍微不太了 你多想... 我才兩分鐘沒講完 你還說我不講 才兩分鐘 二分鐘耶 我剛剛已經搶了 在十分鐘之內我會一直弄你 我竟然是不能講話就對了 可以... 如果你忍得住的話 好 錢哥哥 其實我們在跨年的時候 跟家裡人也會打麻將 那打麻將的時候 其實我媽媽發生過一個 很好笑的事情 不是 等一下 不是 跨年 都是過年在打麻將 沒有 因為我們家 因為我爸爸很愛打麻將 因為爸爸媽媽都不會出去跨年 那我們之前年紀小的時候 比較沒有那麼多朋友 會出去的時候 那就只好待在家裡面 陪爸爸媽媽打麻將 所以洪杜大師也是這樣 對 因為爸爸媽媽不會出門 他屬於老一票 他可以告訴我 還沒忍住... 很想講 輸出受不了... 這個可以拿出來講 這個跨年有什麼關係 你要跟我才去... 那錢哥都沒有出去跨年過嗎 你都沒有到外面去跟人家 道指講 沒有 我們剛才盡量講一些 去外面玩的 對... 經驗 不要再講 我有一年跨年懷在家睡過頭 結果沒跨年 這有什麼好講的 快點...我殺了我們 出去跨年是氣的 等一下 你是想哭的 我跟你講喔 我是受不了 你是受不了 是不是 是不是 我是想替他講一句話 對... 因為他現在懷孕了 對... 快生了 他不能說笑太久 他就有剩尿以後的感覺 他笑太多 他會尿屍尿 不能一直逗他笑 我現在比較容易閃尿 對啊 閃尿天王 那我聽聽閃尿的... 這個應該會比較好笑 跨年在拿閃尿 真的可以拿尿 比較特殊的經驗 我有一年還沒有當藝人的時候 跨年 然後就... 那當時男朋友被約我說 我跟你講我們帶你去一個 超棒超屌的跨年派對 那時候我從來沒有參加過 跨年派對 然後想說一定要盛裝打扮 所以就穿得很露 然後就是弄得很小這樣子 然後就準備要去玩 就是在那個星光的頂樓 那時候還沒有101 那時候最屌的就是 對我們講 不要對他講 對 他到時候又想講 沒有去過啊 對我們三個講 你知道在那個全台北市 最頂樓的地方 看著煙火這樣爆發的時候 你知道他有多浪漫 而且這種這麼時尚的派對 你一定不會參加 也沒有人會邀你參加 你知道我們去的時候 一個人三天多快 一票完到底 一定爆好完 all you can drink all you can eat 結果整天都沒有吃 一上去 根本就是那些 爛餅乾 然後不是你的飲料 爛汽水 然後杯子也是塑膠的 然後就是整個非常非常便宜 最後壓軸的 壓力好大喔 不會... 那其實就是有一年跨年也是 在家打麻將就不要講 沒有啦 我在外面 在外面... 那其實那時候其實我已經 唱完一場跨年唱 然後可是我又很想 回到心意上去 他們說那天好像 上天都到十二點 還是之後 所以我想說很想去逛一下街 就偏偏回到那時候 已經快卡到倒數時間了 我坐在計程車上卡住了 然後就看錶一直跳... 然後也不動 想說該怎麼辦 那我就下車 一下車真的很冷冷 那我也不想再走進心意上去 我想說那我要回家 結果也沒有車 叫也叫不到車 沒有車回家 那時候就看了一台公車這樣 忙忙撞到的開過來 他說好像不是這個路線的 我就說你要去哪... 他說我也不知道... 我只想回家 我只想要路線怎麼走 我都不知道 我說沒關係... 公車司機也這樣 公車司機 對 他說我只想回家 我說沒關係 我認得路這邊我很熟 那你載我回家好不好 他說好... 你叫我走不走 我載你回家 我說好 跟我走 然後我就跳上車 就很像那個哈利波特那種 公車感覺 可以飛 對 就這樣晃晃晃 然後一路飛奔 然後他能怎麼走就走 仔細一看那台客人是什麼 桃園客人 桃園來了 為什麼回去了... 對 他就一路開 然後就把我載到我家的 樓下的門口 救我們兩個 然後我再說你怎麼走... 你怎麼走就可以回到我家 他說小姐 謝謝你... 新年快樂 我就這樣被公車載到我家門 還滿妙的 不過這整個講下來以後 我覺得紅塗拉斯講得最好玩 是不是 才十分鐘到了 是... 不是 你目前那個高潮的時候 那個瓶... 太走太久了嗎 對... 上坡之後要下坡 他馬上要上坡 沒有下坡才... 怎麼會知道我們...對不對 上坡的力量 我一直要上坡 你就讓他上坡就好 你要讓他下去 他就上來很難你知道嗎 車子熱車也是一樣 有一年就要換我獎了嗎 你要聽什麼 我要聽開心的 開心的 有一年了 然後我們...像我去... 去年是我比較大發力士的一年 就是運氣比較... 學海 也沒有說學海啦 你這兩三年都學不少 沒有... 小賺了不少 沒有... 沒有啦 那到底是怎樣 只要你講那個就沒有... 那就有一次 因為我那天剛好接了Nokia Nokia知道嗎 對... 對... 無常的粉蟲是不是 你坐好講 你坐好... 站起來... 你習慣站起來 那是你的舞台那邊 那一區 對 沒有SPA LINE 可以 等一下 精采就會有 然後呢 那一天呢 我就... 比較好看 你們要站起來 在粉紅色那邊 粉紅色那邊比較普通 這太...我還是回去做好了 不是 我講得真... 不是嘛 我跟你講 你不能一下就切到重心 你要從滿滿...很多東西 它是有竹梗 它是有肢節的 老藝人都這樣 你也不年輕 我記得五場那種... 對 五場 五場 五場啦 五場 五場 對... 然後我們其他時候 那時候在台南 然後我們下去呢 就坐飛機到了台南之後 因為我們七點鐘要開場嘛 就是有個類似尾牙的東西 但是它也是很熱鬧 下去了之後呢 我們六點半才到台南機場 但是六點半到七點 到那個會場要四十分鐘 但是我剩下三個 三十分鐘的時間而已 很趕 很趕對不對 趕時間怎麼辦 回家 不能回家 你說台北飛台南嗎 待會兒再回家 不行 你要面對線紙 你就開一下攔計程車嘛 對 那時間已經來不及了 但是你一坐上去計程車 你就玩得傻眼 更來不及 對 更來不及 那我就說我要到台南某個地方 我要趕時間 幫你開快一點 不可以啦 要慢慢的開 我說我已經快要來不及了 要不然這樣子 伯伯 那如果被警察抓到算我的 他就可以 不可以啦 這個地方你又不熟 那你跟我講怎麼開好不好 我一直跟他拜託 他就是軍人的那種情操 就是不可以 死都不要了 我就很生氣啊 我就下車了 我說那我不要搭了 因為我真的是來不及的 然後他就走掉之後 後面又來一台計程車 那個真的是 銀牌車的殺手 就下來了 你知道 我就說對不起 因為我趕時間 我剩下25分鐘我要到台南的 哪裡哪裡去 派上去 真的喔 我告訴你 我實在是你喔 我現在幫你吹 我幫你講時間 但是如果你... 剛才就插頭 你要聽我講話 他就說警察啦 要討我 我說好 竟然知道嗎 他多厲害啊 整條大馬路他都逆降行駛耶 然後停交道快要下來對不對 我第一次說 我第一次說 到底是我趕時間還是你趕時間 對啊 那個都快被我掰下來 你知道嗎 他說我告訴你 台南光我最熟了 你如果要找我...就好了 剛剛轉彎了 看我 警察來了 真的來了 就攔下來了 攔下我就下去跟他講說 我要趕時間喔 不好意思 那他去幫我趕了 如果說你要幫我開拔單的話 就開我好了 就開我好了 不用趕這樣 時間就要過了 剩下十分鐘真的來不及了 說好啦 開到慢了啦 然後我一坐下來 警察還是有人情味嘛 因為我們覺得說 像你如果不好好... 太對他不好 不客氣的話 他就會找你麻煩 很客氣 你空啦 因為那年去很多嘛 也沒有時候 就是他給我一點面子 因為那時候演本台的 交來賣到十三個 然後我上去 因為我市裡面也警察 警察看到警察 都有見面三分請嘛 是... 那我上去的時候 那個司機的時候 對 關關相互 也不是啦 好啦 快一點啦 那我要講到 我要進去到... 他又要講那個 那你讓我把他講到... 你講你的 他講他的 不是... 我沒有回嘴都沒有互動 好 厲害 你現在進去了 然後他跟你比較 然後呢 你有看到嗎 他說讚 叫我講好 我說快點 一個...答點好了 你再去看 他又逆向停止 然後就很快的 直接到一個很大的一個會場 他停下來 你知道嗎 那停下來 剛好還來得及 他就跟我...他自己比自己 好驕傲 你知道嗎 我真的很感謝他 後來我又多拿一千塊給他 他拿一張名片給我 是 那請問一下那個 還有什麼風暴是 有人羅奔過嗎 是誰 羅奔 原來我又得到... 我有得到一個錯誤的訊息 錯誤... 羅奔其實不是急沒有羅奔 是看到別人羅奔 對 看到別人羅奔 你們兩個都看到 你們在一起玩 你們在同行 你們一起跨年嗎 你在哪一場 我是在溫哥華看到 嚇我一跳 我以為還是在那個跨年 我那一年沒有 你在溫哥華 溫哥華 因為我之前是住溫哥華 是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是跨年 只有跨年的時候 其實才會比較瘋狂 因為其實溫哥華跟這邊 溫哥華比較鄉下的感覺 對 比較安靜 不要叫鄉下 對 比較安靜 所以到那天我們有條街 是最熱鬧的廣街 叫Robson 對 然後到那天的時候 就真的車子都停滿了 然後所有人都在那邊走 然後那時候大家一定會喝得很醉 所有商店都那天全開 是 然後就 那我們那邊有個鐘 可能那鐘沒有秒針 所以其他就看到 快接近到十二的時候 就這邊五四三二 那邊五四三二 就完全搞笑 到底什麼時候才是真的 Happy New Year 然後他們就自己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然後看到人就爆山青 然後甚至就很瘋狂 就把衣服 其實很冷那時候 也是衣服就脫光 就開始尖叫 然後就We are Canadian Happy New Year這樣子 就那時候是最瘋狂的時候 要不然平常時候都很冷 對 這種事情好像我們平常 快多一點就發生 對 感覺比較不一樣 不用等到跨年 不過我跟你講跨年 這個大家記住一個事情 這個我不知道該不會講 因為每一次你知道 在跨年那種 就快要倒數的時候 你就要眼觀四明 耳聽八分 趕快找馬子對不對 不是 你要找一票馬子的旁邊 而且那一票 這一票很正 就蹭到旁邊去 對...五 四 三 二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對... 而且人家會主動叫你 而且那女孩子不會反抗 不會... 唯一不反抗的時候 就是這個時候 對 熱情的耶 對 四 五個一起爆 Happy New Year 然後還用跳 但是時間又很短暫 那妳呢 妳怎麼樣 妳看著誰羅奔 羅奔是在Vegas的時候 我們有一年就全家人 去那個Vegas過年 跨年 然後已經快要到那個倒數 我就一直催我爸 因為我爸就很愛讀 就去坐那邊 一直那邊 而且他又很... 我爸又很奇怪 就喜歡女兒媽媽 就是大家都 所以就把他快一點 這一把快點 他都說他正順你知道嗎 怎麼排這黑暗什麼什麼的 我說快一點 因為人家要倒數了 就硬是把他拖起來 然後我們就去外面 就一去外面的時候 就是那個 拉斯菲加斯的大道上面 全部滿滿的都是人 然後就那個酒是... 隨便就是隨時會有人拿給你 所以人手一杯 就一直喝... 然後也不知道 從什麼時候開始 就突然有一台直升機 就在往下照 然後就開始 五四三二 就有人拿那個大聲工 就開始倒數 對 然後一倒數完 就 Happy New Year 然後想說這樣應該就結束 應該就可以回去了 結果也沒有 就開始 有人開始砸東西 然後有人開始脫衣服 然後像那個火山爆發 那個Mirage有沒有 就有人開始在火山裡面游泳 然後那個Blajo的那個水池 噴水池裡面 也開始有人往下跳 就一直會往下跳 然後像我們住那個 Sinus Palace 凱撒宮那個雕像啊 很多那種大羅馬雕像 一堆人爬上去 一放往下跳的樣子 那個... 怎麼太瘋狂了吧 那個畫面 他以為有人要接到 他一跳的時候打... 然後就... 然後就鼓鼓 然後就鼓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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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大堆受傷的 然後你知道Mirage那個火山 是每15分鐘就噴一次火有沒有 每15分鐘有人跳一次 對 就會有人往那裡面跳 然後那個火就被燒到啊 結果有人燒到頭髮什麼的 我不知道後面美國人是阿達 還是怎樣 我覺得他們也太High了吧 然後就開始有人就失控 開始就是譬如說拿酒瓶的 他就開始把酒瓶敲破 就開始... 就瘋狂 然後就很亂拖 然後也有女生在拖的 真的嗎 對 就一群 然後我以為我爸會很想看 我說爸你看看 那邊都在拖耶 我爸就嚇死了 就說我們還是趕快進去 好美國人都瘋子 然後我們就... 就一直要拖我們進去 可是實在外面實在太熱鬧 太好看了 太多那個... 受傷的人 太多受傷 因為這很血淋淋有沒有 就看有人亂敲啊 跌倒啊什麼 就都血 然後這樣子串來串去的 後來都已經到要開始那個 灑水了 我們因為覺得太危險 我們就回房間 我們就開始轉開 真的就是有幾次行為 就失控了就對了 對 整個大失控 那一年是拉斯菲加斯 就是損失最慘重的一年 就是所有的飯店都被破壞 全部被破壞 災難騙現場 災難騙現場 真的很慘 我覺得這個... 美國人有一個很奇怪的一個行為 就是他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人家做什麼他們就跟著做 對 他們會跟著做 你看那帕名門口 就是有兩個人吵架 一扁 旁邊那個 看他扁 他就... 對 他平衡一條四個扁在一起 就這樣 怎麼會這樣 沒有原因耶 平常 我們兩個在那邊 打架 對 他就直接扁他 他就直接扁他 亂扁 他一直在亂扁 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還假的啦 美國人就這樣 怪啊 他們很容易被鼓上 真的是瘋子耶 很容易被鼓上 換年年輕人們 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年輕人們 就沒有辦法問你 什麼糗事啊 有沒有 陳欣蔡 你把家燒掉吧 你啊 就是因為是客人 你一群朋友都到家裡來玩 然後又是又喝啊 又讀啊 什麼的 開始就聞到有焦味 就說這烤肉了嗎 我說對啊 餓了... 開始尋找那味道在哪裡 然後從我房間開始看到 有煙冒出來 然後打開房門開始起大火 因為我點蠟燭放在那個音響上面 就已經把整一個音響的喇叭 已經燒掉了 就是要是再沒有人注意的話 應該就整個都燒起來 因為我那邊全部都是木頭 對 所以差一點點 所以烤肉的味道跟燒焦的味道 差不多 你聞不出來嗎 就放過來了 但是因為好像烤肉味嗎 味覺不準確 看過朋友在跨年的時候 就是醉得比較誇張 然後呢 就是我們在外面 大家很開心準備到五四三二一 都突然發現 其中一個朋友不見了 結果後來我們大家也沒有理他 就繼續玩 後來發現他在廁所裡面 因為太醉 他已經醉到不省人事 就趴在那個馬桶上面 然後那個馬桶其實是很古老式的 不像現在那麼仙境 就水位很低 他那個水位其實滿高的 所以他趴在那邊的時候 其實他...對 對他的臉是已經在裡面 怎麼沒有智水 因為我進去救他 然後... 怕被溺死 我進去看的時候 他那個水位 他剛好沖完水 然後我就把他拉起來 然後就臉上也都是那個... 吐霧啊 然後... 然後後來他清醒說 你到底怎麼了 你發生什麼... 不... 他已經喝到不行了 因為他就掛在那邊 他全身都不能動 他也沒有辦法抬頭 他一吐完 然後把水沖掉的時候 水又滿上來 然後他為了要自救 他沒有辦法 他又再沖一... 他只有手能動 他就抓了那個扶把 就把水沖掉... 沖掉然後他就... 他就一直沖到 我進去救他的時候 然後他隔天說 謝謝你 要不然我覺得 我應該會淹死在馬桶裡面 就是那種醉到已經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動了 他只能這樣 就他只能動手 他只能沖水 然後爭取那個呼吸的水 太辛苦了 真的 那請問一下你什麼 你主持跨年有發生過糗事 不是我耶 其實我在主持的時候 然後那一年 反正某... 南部的鄉鎮就對了 然後最後也是要倒數的時候 就是請那個一定是當... 譬如說那個地方最大... 手掌 士生耶 對...身分最大的人 來倒數這樣子 然後那個鎮長 就是直接五四三一九 Happy New York 然後... 沒有 我沒有說 Happy New York 什麼話的 然後有些 Happy New Year 然後就故意在那邊 出去跟他喊一大聲蓋住他 然後我的心靈快... Happy New York 來 就一直要喊Happy New York 我不知道他剛從紐約回來 還鬧著到New York 就一直New York... 然後我一直在旁邊說 對 祝大家新年快樂 Happy New Year 我當還是沒聽到 還是Happy New York 整個晚上都在Happy New York 對 然後我就覺得鎮長很小 是鎮長嗎 是鎮長嗎 鎮長... 就覺得他怎麼會搞不清楚 這麼簡單的英雄蛋 可是他還滿勇敢的啦 對 他不知道他自己講錯了 講出來講座大師 很勇敢 好 跨年夜 不一定都是在狂歡 也有些人呢 跨年會做一些特別的事情 譬如說去冒險 也是這種人 是不是 我們去朋友的那個 在三隻他們家有個小別墅 我們去那邊玩 一群男生大概五個人 那你知道 那時候其實是學生時代 其實學生什麼都可以沒有 但是一定要有種 所以那個時候 一定要有種 對 就男生嘛 男生一定就覺得 我很有種 那大家就有一個男生 就提出說 不然我們去旁邊有個 那個很陰森的地方 我們去探險好不好 然後我們說 好啊 探就探啊 有什麼好怕的 那我們一群人就去了 其實在往那個 三隻的路上 旁邊有個類似那種 飛碟的那種度假別墅 對 飛碟屋啊 就已經換飛掉了 然後那邊 我們平常就有聽說 那邊好像有阿飄這樣 然後我們就 好吧 那我們就決定 去那邊探險了 然後他進去的時候 他其實有個圍牆很高 然後我身高還滿夠的 我就可以跳上去 巴子就上去 然後拉下面的人上來 我們就啪 就進去了 然後走到那種 一人一隻野營火把 就是那種很不容易熄滅的野營火把 我們就進去了 一看 有地下室 就淹滿了水 好陰森喔 我們就算了 我們往二樓走好了 就好 一走上去路途中 這音樂好可怕 嚇到 就同一時間 因為我們五個人走一排 然後一人 前面一隻 後面一隻 沒有風 因為他那邊其實有的地方 是有床 他用擋住的 沒有風的情況下 同一時間就滅掉了 就啪 兩個隻野營火把 就沒火 突然就很暗 然後大家安全 大概五到十秒鐘 大家都在撐什麼時候 要開始逃跑 因為大家都要比有種 你知道 然後就 就是有一個朋友 就已經受不了 一尖叫 其他五個人就 其他四個人就瘋掉 就... 然後我們進來的時候 原本那個圍牆很高 然後我衝第一個 因為我以前是那個運動員 所以我跑很快... 我就... 就翻出去 通常是都在運動員 對 所以我後來才知道沒關係 因為我一跑出去的時候 我想 不對 我要回去救我朋友 他們應該跳不上了 我一回頭 四個人一起這樣翻出來 他們腎上腺素已經擋不住他們 然後五個人就落跑 嚇死了 可是跨年大家還是... 找他跳 為什麼跨年要去找他跳 對啊 應該是七月半去找 比較有感覺 對啊 你跨年下去換一個 七月半去 火把進去 還沒進去就洗了 來進去啊 那你們主持晚會 一定有很多不同的晚會 對不對 晚會很多 那有沒有什麼特別晚會 讓你印象深刻 有一年喔... 對啊 我看著你 我怕你到底是看什麼 哪有時候叫我 我就問他 因為被他弄過你知道嗎 我看著你... 有一年人家是一個... 那也是跨年... 它是一個... 高雄一個醫師公會 它辦的一個聯誼會 你聽到格料就是很高 聯誼會你知道 一定是男孩子 男孩子穿那種西裝皮挺的 女孩子穿那種 玩禮服 小禮服 小禮服 你知道嗎 那我們那時候在石頭家族 你知道老闆是誰嗎 順哥 順哥嘛 對 下面有一個叫薩尼哥的 就帶一群 我們小夥子就通通去了 包括誰 你知道嗎 馬國畢 白雲 白油 怎麼很髒對不對 對 然後還有... 這個邀請你們啊 對 然後巨炮 就是他去不然那邊接到一個 還有一個葉教授 那就是我本人啦 那我是...我算是比較壓軸 因為我那天時間也不行 所以他們七點鐘 他們到的時候 我大概七點半才會到 所以他們就先進去了 其實差半個小時還好啦 沒有...差很多你知道嗎 就我一進去的時候 那個...我還沒到的時候 老闆就那個... 他就打電話 趕快來啦 這要叫他開穿了啦 他說為什麼 怎麼會這樣子 他說人家那是個 醫師公會的一個聯誼會 你知道巨炮他穿個T恤 穿個籃球衣 然後馬國畢也是一樣 穿得好像在嘻哈 對不對表演 然後我說他們在表演什麼 表演米南語的脫口秀 那很好啊 高雄不是很好 不是啊 因為人家那種 都是不跳國標舞啊 那城市很高檔的啊 跳個國標舞 白雲跟馬國畢那邊 古早... 說孩子吃到百公里 就吶公跟吶媽 吶公跟吶媽 吶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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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直跟我的好 怎麼有這樣的表演啊 他主辦到三條線 還有八條線的三十幾條線 都下來你知道嗎 葉教授趕快來救命啊 我一上去 他們全部趕下來你知道嗎 我一上去之後 各位現場的來賓以及電視節目 房子住人 心裡住思念 煞車要有來令片 朋友叫我常見面 啪 掌聲就下來了 然後就把那幾個通通趕出去 你知道嗎 連盆口都不讓讓帶 出去... 勾炸... 還去整個爸還在露孩子 不是 那個場合不一樣嘛 然後都被趕出去之外呢 他們還不給他錢 還不給錢喔 還有他們才亂場的 但是還包給我一個小紅包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場合要看得很久 那他汗都流下來你知道嗎 有沒有遇到那種主持喝醉的 我們喝醉啊 我喝醉啊 你... 他根本就不能喝酒 對 我不能喝酒啊 這去年而已啊 怎麼辦 什麼怎麼辦 我們就不能喝 我跟郭哥兩個就在台上 講到很精彩的脫口 就講完了之後 然後就跟他唱一首歌 我要幫你擦一擦皮鞋 因為你是我的蝶 讓我送你一朵紅玫瑰 老闆榮心大樂 賞酒 紅酒你知道嗎 一瓶耶 然後叫我郭哥一人一半 一分鐘把他幹掉 那個多大一瓶啊 又不會喝你知道嗎 但是那個時候不想哪邊 來的叫校 叫校很好 然後30秒 在跨年嘛 然後所有的那些台下的長官 好像我們在喝那個什麼 乾杯不是有個什麼素語嗎 都在了... 30秒喝完之後 整個你是紅的 你知道嗎 然後開始跟那個老闆 就開始不大不小的 我要跟你講 他叫我人酒你沒包 你就是老闆 愛包姐 愛... 講完五分鐘就躺著 許潔威上來跟我講一句 來...把這個屍體脫下去 我從那時候喝醉到我回到家 我都不曉得怎麼回去的 真的... 你是台上暈倒 台上就暈倒啊 還客氣什麼 郭哥還撐到台下耶 我身上台上去就昏倒了 就被拖走了 最重要的是 最近有遇到一個搭檔 也是很瞎的 也是不太能喝酒 可是又很愛喝 然後有一次也是 也不知道他怎樣 什麼時候可以喝成那麼醉 然後結果我們在主持的時候 當中有抽獎 有一些企業贊助的一些獎項 所以就可以讓台下的民眾 也參加抽獎 然後在抽獎的時候 他就已經開始瘋言瘋言 就說... 主持跨年晚會 你有看過人家這麼... 這麼瘋狂的嗎 就一直在生氣這樣 抽獎了啦 你們還在講話 來 抽 好像喔 那個... 抽獎就拿出來 佩甄 你說誰誰抽 然後我就說我們請到的是 誰誰誰誰 某位來什麼市議員 來為我們抽獎 歡迎市議員 然後議員就上來抽的時候 還跟我說 對 然後我就說 對啊 他好喝醉 他可能太開心了 然後抽... 抽到一個按摩椅 然後就 恭喜誰誰可以得到按摩椅 就... 按摩棒 按摩棒 恭喜你新年得到 按摩棒 真是... 他是美國人嗎 他不是... 瘋子 他叫喝醉 一直在台下亂講話 按摩棒 一公一公沒有他的場次了吧 沒有了 因為我也被他嚇死了 一公他說怎麼辦... 他一直在瘋狂 他是幹嘛的 兩個人主持是不是 都是這樣站好好的 就是在主持 他沒有 他就一直這樣 他就是狼狼嗎 他怎樣啊 他喝醉啊 他是藝人嗎 他是藝人啊 然後我就一直說 來 觀眾朋友 來把焦點放在我身上 然後他就一直這樣走來走去 他是藝人 他是藝人 我們認識他喔 然後整場都是這樣子嗎 很熟 他整場就這樣子 誰啊 有時候我們要組織快樂 最討厭是什麼 叫三地疫情 你記住我們那一年 什麼... 三地聯繫 台北 到時候根本不知道在幹嘛 那現在是怎樣嘛 因為台北講台北的 對 另外一個講另外一個 然後我們這邊也不知道 怎麼辦 怎麼突然就會 一、二、八、七、六、五、四 腳... 踩下來的時候 他就這樣子了 對 就沒了 而且通常這樣玩 都會很空虛 對啊 也有好處啦 怎麼說 我們那一次不是要上去 後來就很亂啊 然後我兒子在後台跌倒 你知道嗎 常常去後來你們上去就好 那我兒子 對 就沒有上去那一段 還可以cover一下 對啊 對啊 可是觀眾 cover cover cover就是 cover cover嗎 cover 真的喔 I feel New York I know I know 我弄老藝人 其實倒數跨年的這個 現場的來賓 他們最喜歡的就是 零的那個時候 對 前面發生什麼事都不重要 那個抱得厲害 跟後面都不重要 對 連現場都可以用力給他抱他 看現場的背 對 那時候已經沒有大小了 不是 我遇過一個 就是很無聊的情況就是 人家在倒數 這邊 十二十九這邊嗎 不準 那邊倒 不是 有... 你在幹嘛 在這邊 你在一起就好 不準 不要... 不要... 不準 我們開始了 十二十九在這邊那個 早就過了 沒有 就畫得猴來猴去 有這種嗎 有嗎 很多這種人啊 對啊 對啊 很怪嘛 就一起就好了嘛 沒有 不準 你過了什麼 反正覺得死... 大家在死 這個也是滿怪異的 而且通常數完就是會有煙火 在店裡面還好 店就是以我時間為準嘛 我上去的時候 好 大概倒數 不準 出去 我數 大家就數了 好可怕 不用廢話嘛 因為我也來跟他解釋嘛 不然你手錶拿上來很煩嘛 不準 開始了 然後就好了嘛 對不對 然後弄完以後就很開心 這樣就好 大家就是冷靜 在跨年的時候 還是互相配合啦 不要很堅持 對啊 很堅持很無聊嘛 解釋什麼嗎 對... 這個是最好笑的好不好 那你們倒數 三個人四個 你現在還在喔 現在還在 你們會比時間嗎 四個地方不同 一起連線 然後每個都會躲 那邊沒有事情 就冷場了 就那邊等連線 不過我是沒有看到有什麼 很要遵守時間一些 主持的狀況下 倒數有沒有出過錯 沒有 我以為是 你在店裡生氣 對 倒數嘛 你去什麼樣 我今天講 有時候去店裡也是很快樂 我去店裡 我進去 十 九 八 七 我倒什麼數啊 聖誕節幹嘛倒數啊 跨年來倒數嗎 聖誕節也十 九 你滾喔 你幹什麼啊 DJ 氣死我了 那你要迎接聖誕節 對啊 先暖身一下嘛 聖誕節沒有多久就倒數啦 這很怪嘛 幹嘛生什麼氣 平息那麼大幹什麼 我比較開心一點啊 客人不太 沒有...我醜要滴在旁邊 幹什麼東西啊 去聖誕節啊 古天以後再死嘛 誰要死什麼東西啊 對 就是讓人家覺得你很不了 聖誕節哈哈要倒數 這個店他也遜 不會元宵節也要倒數 對啊 不會吧 中元節也拿也倒數 然後天爺也拿出來提 對不對 所以這個... 那你們有沒有出錯 我們啊 我們還找出錯 那他斷那個一些長官講話 比較尷尬 對啊 因為他一直在講嘛 那你一直在講 他那個下面講 叫他不要再講 要倒數了 有過嗎 有過就是說 要倒數了 長官還在講嗎 當然有啊 都在講 那怎麼辦 長官你的話講得很好 但是我們在十分鐘之後 再聽你繼續講 因為我們現在要倒數 所以倒數也是滿重要的 那可不可以用叫的啊 長官講話 要叫什麼啊 那就OK了嘛 這一招今天可以用 用叫的 你管他這樣 只要找那個市長啊 或是什麼他們講話的那種空隙 馬上就 然後站長 那個市長為什麼 不是 你這樣會不會 三流 不是 三流啦 三流啦 三流 就是... 就是你一定要很大聲的 然後提醒他 對 因為他們就是沒辦法 這一年一度難得的那個盛會 他們一定要講一下自己的政績 當然 然後誇獎一下市府團隊什麼的 就會拖很久 就是硬要他的 後面三位歌手 今年跨年都有去表演嗎 有啊 今年都有 你在哪裡啊 分別在哪裡 我應該是在中南部那邊 中南部 那就是雲林彰化一帶 你呢 黃先生 我也是在中南部 會跑市場 市場 那要小心喔 市場 在市場嗎 還是... 應該是從高雄 台南 雲林 然後再到台中 不是 那你有倒數陳語秀 還好啦 就是... 有準備喔 對啊 講話我們聽一下 可以...先表演嗎 聲音強 先鼓一聲 先鼓一聲 來 先表演 倒數陳語秀 好棒耶 這很新的球耶 不要新年 你都比較喜歡講成語 不用啦 預備 氣 一番風順 好事成酸 山陽開泰 四事順利 五伏林門 六六大順 七我就不知道講什麼了 八星報喜 還有九堵十贏 十全十美 謝謝 OK 七不知道要講什麼 七要講什麼 七七如溝橋四遍 七啊 七都是不好的嘛 七上八下 七手八腳 七蹦 七蹦 七蹦也不好啊 七蹦 七蹦是什麼 七是不好講的 這一套這個倒數之後 等一下... 就是以後表演的時候 會講就對了 如果有主持人Cue我的話 可以拿一套這樣 那可是你剛剛這樣講的 然後你是從一開始嘛 我突然是主持人 我們是講倒數從十開始 預備 七 就從後面講 十全十美 九堵十贏 這自己發明了 九堵十贏 很好 對... 八 八星報喜 七... 七沒有什麼好講的 六 七好慘 七好慘 六 六六大順 五伏林門 四次順利 山陽開泰 好事成雙 一番風神 跨年如果有參加的話 喝酒的時候 喝完酒不要開車啊 對... 應該最重要 是 今天就謝謝各位參加光榜囉 謝謝 謝謝